今天下午呢 北京中和国安足球俱乐部在公体的新闻发布厅召开了2019赛季的新元见面会 这个东西一期加盟的六位新元全都到位 而本次见面会的主题词也很提气 那就是2019为北京要更好 六大新元的登场亮相标志着北京中和国安一线队在这个转会窗口的影员工作告一段落 从门将到封线 俱乐部都完成了高质量的补强 六个帅小伙儿也拿起话筒 向所有球迷和媒体进行了自我介绍 我是虎勇勇 我是21岁 很高兴来到北京 大家好 我叫邹德海 26岁 很高兴现在一起加盟北京中和国安 希望在现在一起跟他一起共同努力取得更好的成绩吧 谢谢 大家好 我叫邹德海 26岁 很高兴能够在新赛季加盟北京中和国安组球俱乐部 有信心和大家取得更好的成绩 大家好 我是李可 我很高兴来到北京 除了已经在超级杯中登场的侯勇勇 另一名规划球员李可将身批23号战袍 上赛季的23号属于外援比埃拉 西班牙人将在新赛季拿到他个人最中意的21号 张玉宁获得了象征射手的9号 其余新员也都挑选到了自己心仪的号码 六名新员完成亮相之后 俱乐部总经理李明和主帅施密特来到台上 对东迅以及饮员情况进行了介绍 那么在今年的这个饮员当中呢 我们在去年的下半年 其实已经跟教练组在进行了密切的沟通 那么很有真理性的这个进行了一些饮员的一些思路 包括周总在内 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 所有教练团队都参与到了饮员的所有工作当中 所以呢 在这个昨天晚上 王刚的最后签议当中 我们完成了今年赛季的所有的饮员工作 在中国的这些经历我也明白 确实想在国内 做好饮员的工作 或者是做好球队的扩充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但是我想我们整个俱乐部 特别是李明总在这一块 肯定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的 而且工作是完全非常漂亮的 我今天其实很高兴能够和所有的新员一起坐在这里 如果当时在今年的饮员会在上赛季刚结束的时候 告诉我 拿一张纸 给我一张表 说这六个人到最后都能过来 我肯定马上就签字花牙了 这个呢 作为这个管局部我们想 因为我们从去年开始进行了球队的整个调整跟改造当中 那我们去年呢 完成了既定的金鸭关的目标 以及我们应该说也拿到了这个足球杯冠军 那么我想在这个基础上 我想明年呢 我们就联赛的要求可能肯定会比2018年的目标更高 但是呢 因为毕竟我们是经过改造的 包括我们引进了很多的内容 我们还需要一些磨合 还要需要一些调整 那么呢 我想我 但是我相信 这个在2019年 我们将会迎接更高的挑战 那么至于说冲击不冲击冠军 我想随着联赛的进展 我们在联赛当中再看 新赛季 中贺国安继续从低调中起步 他们的目标很实际 2019为北京要更好 体育频道记者报道